真實愛情的途徑 並不平坦 非常易世界 收起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郭子乾 我是芝希 芝希 你今天怎麼這麼開心啊 因為今天錄影我特開心啊 今天錄影 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2月14耶 情人節 妳怎麼會這麼開心 照理講妳是單身很久了 不應該開心的啊 我覺得很開心 真的 我不用在路上看到那些 幸福美滿的情侶 情侶都去子 去子 不…這個 情侶的朋友 大家請勿見怪 我們是去子 去子團 對 不是…她去子 去子團 去子 去子 去子團 不是真的叫妳們要去幹嘛 因為她這個單身 單身太久了 所以說她嫉妒 嫉妒那些情侶 我們即將遊行 遊行 好 太好了 請大家加入我們 今天錄完影之後呢 小優跟智希呢 就會在警服門前面 在那邊遊行 又跑到警服門 全部的遊行 只有兩個人 好這麼遠喔 是不是 單身就加入我們 不要這樣去 詛咒這些情侶 畢竟我們2月14號 今天情人節 還是很開心愉快的日子 對不對 對啊 就不要看到那些 傷心的那些情景 不就沒事了嗎 沒錯啊 但是今天既然是情人節 我們就好好來談一下 情人節的話題 好 來 我們介紹推白編 第一位就是我們 去子 小優 去子 大家情人節快樂 單身的人也要快樂喔 有沒有看到 小優身穿黑色 根本就是來氣人家的 沒錯 第二位是我們蔡上基老師 各位好 智希好 大家情人節快樂 第三位 神秘學的引導者 Achely 大家好 我沒有規定喔 沒有 我是剛剛眼睛 Achely 愛死你 愛死你 對 我到底在想說 愛死你還是Achely Achely 第四位是我們資深媒體人 胡孝辰 大家好 歡迎 祝天下有心忠誠 去死 不是 陳眷屬 對不起 講錯了 陳眷屬 你是我們這一團的 孝辰 你差一點就跟他們 搭在一起來 我基本上我也是單身一組 你也是單身一組 我單身一組 對 既然有人講到什麼 嫉妒團 我們就當作他們是嫉妒 人家這個情侶忠誠眷屬 自己單身很久了 我們就來談論這個情人節 談不一樣的情人節 黑色的情人節 就愛你愛到殺死你之後 所謂的空母情人 愛你北條 祝你幸福 是嗎 是 我們要問一下蔡上基老師 就是說哪些人 比較容易遇到恐怖情人 還有哪些人是恐怖情人 面相 我們從面相來看 因為相由心生 相由心妹 一個人的面相 是反映出一個人的性格 但是性格有有型性格跟無型性格 無型性格的話是從 這比較難 無型性格是你可能捉摸不到的 但是這個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所以我們教怎麼樣內行看 我們看門道 看熱鬧 性格的部分 隱性的部分 隱藏在內心裡頭的是看眼睛 眼睛 眼睛在相學裡頭 主掌一個人的情慾世界以外 也主掌一個人內心世界裡頭的探索 所以內心裡頭的想法 有時候嘴巴不說出來的 但是會流以眼神 如果是有型的個性 會直接很展露出來的 立即反映的 就是從鼻子的鼻鼓來看 先講這個300人 什麼叫三白眼 我們通常的眼白就是左右 都是左右而已對不對 但是三白眼就是你的下面 或是上面其中之一 排露出來 白色的部分 開眼珠比較小 是 但是有的人會想說 眼睛太小去開眼頭 開眼頭開得過頭的話 會變四白眼 會變三白眼 四白眼 變眼珠在後面 在中間全部都白 白白 所以眼頭不要亂開 一開失敗的話就敗像 這樣的眼睛的人 他是直接就毀了你 而且他是沒有 沒有預警性的 沒有預警的 直接就毀了你 就直接來就毀了你 好可怕喔 你沒有 那就是第三種型 我們再來補講第一種型 這個圓尾 眼睛尾巴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魚尾這個地方 他是 尖的 尖的往上 豎起來 這種人的面相 通常是 精神暴力 對 他就從你的內心 從你的心靈 給你痛苦 給你燃受 這樣 是 那鳳眼的人都會 對啊 打潑尿酸的往上拉的也會 對 有的 拉太多 打太多了 不要拉得太過度 不要拉太多 其實命理所講的 就中庸之道 夠語不及都是不對的 那第二種就是眼睛的這個部分 又圓又大的 然後又凸 這一類的人 個性 就是屬於比較那種 我跟你同歸一盡 牛眼那種 他可能不是就是 只有傷害你 他也傷害自己 這種人都是屬於那種 游泳五母型的 他沒辦法用計謀的方式 也沒辦法用溝通的方式 他就直接用破壞性 但是破壞性就是說 他也破壞他自己 先結束你再結束我自己 對 或者也會自殘形的那一類的 好 再下來我們看這個鼻骨的部分 鼻骨如果是聳如刀 就像這樣子 從側面看 就像 就像一把這個刀的封口 那通常這一種 通常都是鼻子的鼻骨 非常的明顯 但是缺乏鼻子的肌肉 肉 都是感覺就像一把刀 就只有骨頭 那這種通常都是 比較具有手段性的暴力 手段性的暴力 好 那最後這一種 就是鼻翼的鼻孔 如果 如果也是要從側面看 等於就是說 你可以從他的側面的鼻孔 看到這個彎形的 然後看到這個鼻頭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骨頭 從側面看 看到這個裡面這個 對 看到中間這一塊 那你從側面看的話 這裡有 我們有那個鼻孔有彎鍋 如果兩個鼻翼往上推得太高 那不要說從側面 有時候從正面直接看 你會看到這個鼻孔 就如同是兩個彎鍋 那這一種型的話 基本上都是屬於 比較情縮型的暴力 情縮型的暴力就是 先找到證據 對 然後就開始動手 或者就是把你的私密照 把你的性愛照 曝光了 流傳給大眾 先收集起來 這就最可怕了 對 收集起來等到哪一天 用得到的時候 他就拿出來了 或是你要跟他分手 他就拿出來要挟你 其實我已經拍了 一系列你的影片了 對 這個當然就是要注意 蔡老師剛剛講的這個 恐怖情人的類型 對不對 我想孝辰應該 有一點像 有沒有遇過恐怖情人 還是你就是恐怖情人 天啊 我跑過很多恐怖情人 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基本上有幾種特徵 我覺得大家有沒有 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通常這個男生或女生 他如果常常會這樣 夢名其妙打個電話給你 問你說你現在幹嘛 這樣子然後告訴你說 我真的好想你 然後我不能夠聽不到 你的那個聲音 聽不到 聽不見你的聲音的話 我整個心機又不好 你會覺得說這不錯 這是個甜蜜的情人的角色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今天一天 他打了六通以上 要來問你 你在幹嘛 你在做什麼 這是在了解 偵測你的一個整個行蹤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 跟朋友在聚會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說 你跟誰在一起這樣子 我告訴你 這一載的顯示出來是什麼 他對你是沒有安全感 他沒有安全感 他就必須要有一個 相對應的控制慾 另外一個的話 我要跟很多的女孩子講 如果你跟你男朋友 如果分手之後 如果男朋友講說 我跟你講我們約出來再來 如果是分得很不愉快 我們再見面的話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要講 一個姓方的一個男的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很帥 他自認為帥 然後他認為之後 他貌比攀安有沒有 就是天下第一大帥哥 當然沒有我帥 我先這樣強調 結果他後來做什麼事情呢 結果這一個女生 發現說這個男生在外面劈腿 批得亂七八糟 這個女生就說 我就跟你分了 就分走了 分了之後 可是他們有一點財務上的小問題 其實那個錢並不多 也不才一萬多塊錢而已 結果他就開始有沒有 開始就不斷去糾纏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開始為了他有沒有 搬家 換工作 什麼都做 躲了大概快兩年 兩年之後 沒想到這個男的 就突然間有一天 就去警察局那邊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女生欠我 還欠我錢 欠我錢的話有沒有 他要還我 所以我如果沒有還的話 我要告他欠贊 結果莫名其妙警察就變成 好像就是幫他找人的 那個工具這樣 這女生說好 你居然告 告了之後就找那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這樣 告我 兩年前 兩年前而且這筆帳 有點不清不楚 就說可能大家出去吃飯的時候 結果那個男的就說 我們現在分了 那之前的時候一千塊錢 你要付五百 就像這樣子 結果這個女生就說 我跟這個男的 沒什麼好講的 結果警察還跟他講說 那這樣好不好 你們要不要來和解一下 你說可是我覺得他很害怕 因為什麼之前就是 剛剛小優講的 他都有那個所謂的那種 精神暴力 肢體暴力的那種行為 結果警察說 沒關係 你就到警察局來 我來當公親 你們兩個人 好好把話講清楚 結果就 這個女孩子不有他 就跟那個 就到了警察局 然後就約那個男生就來 一來之後 兩個在警察局裡面的時候 這個男生突然間變得就是說 我跟你講我其實太想你了 我後來發現我還是很愛你 所以我決定策告 好 大局也沒事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後面才有事 一下子和解了 那警察說 那這樣好 你們就寫和解書嗎 就寫一寫 然後以後就不要再有什麼瓜葛 女生說好 然後就兩個和解書寫完 那女生先走 然後男生還跟警察這樣 九州宮鞠躬 就說謝謝警察大人 你們幫我的忙這樣 一到外面去的時候 就跟這個女生 警察局有一個馬路 才剛過馬路之後 這個男生就緊追到後面去 從後面拿一把刀 就從那個胸部 突 鞠下去 當家人把這個前女兒給殺了 天啊 但事後很多人去指責那個警察說 你怎麼會沒有去 去洞察到這個 凶險有這樣 殺前女兒有這樣的意圖呢 後來之後這個 這個家長就被抓到了 抓到之後呢 大家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這樣子是預謀的 對 她說我就是預謀的 她說只有我可以離開女人 沒有女人可以離開我 這個心態就是非常 這種心態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我就跟很多的女生講 如果你跟人的前男友 分得不愉快 如果有一天的時候 他會亂天來找你 我覺得你最好有沒有 還是先溜再講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跑的話 OK 你至少要找幾個人 到警察局沒有用 像這個就是屬於假裝的 他會屬於偽裝的這種情況 你還是找幾個朋友 坐在旁邊來保護你 對 太可怕了 這個真的是一些案子案例 就教導我們說 這個尤其在我剛剛講 戀愛中的這個女生 最容易迷失的方向 被沖昏頭了 對啊 明明就是已經傷害你了 然後人家對方講幾句好話 你又心軟復合 我覺得這樣不要再重蹈覆測 對 那我們Ashley老師 也要幫我們一下 到底哪些人會比較容易遇到 恐怖情人 是的 我們講說恐怖情人 我們就會分成兩類 我們覺得恐怖情人 一種就是 一種就是太愛自己 沒有自己的人 就會把重心放在別人的身上 太愛自己的人就會覺得說 你就是我的物 你怎麼可以離開我 那什麼樣的人 最容易遇到恐怖情人 大家可以現場猜猜看 有四張牌的 第三個 我選第二個 我選第二個 最後一個 第四個 然後我選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一個沒有人選 我們從第一個 好 來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她是一個沈睡的獅子 那她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說 沈浸在自己戀愛世界的人 她最容易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遇到恐怖情人 就是講說 像郭哥剛剛講的 女人一旦投入戀愛裡面 可能就忘記了 就是自己現在遇到的人 是什麼樣型的人 沒有判斷能力了 她已經沒有判斷能力了 旁邊的人剛想說這個男的不好 還有暴力情商 100個跟她講她也聽不下去 對 那選擇第二個 就是小優 我跟郭哥 對 好 選擇第二個的人 就是非常喜愛被照顧 浪漫的感覺 有嗎 妳是很浪漫的人 我喜歡浪漫 我是雙魚座 對 我們講說 對 兩個雙魚 雙魚座 好 我們講說口不請人 他們會有一種特徵 就是他們會異常的浪漫 就是說在追求的時候 或是說在表現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說 對妳多好 虛寒問暖 沒錯 贈送妳就是包包什麼的 很容易就心軟 心動 就覺得好棒 我被照顧了 對 但是我們有一種 這個預知的能力 就是說妳可以照顧我 但是不要照顧得太過分 是 這有點矯情了 我們就會退了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有判斷 還是有比較理性的 對 要理性 不能一直浪漫下去 其他事都不用做 是 所以我們想說這類型要注意 就是那個拿捏的尺度 就是說太黏 太緊 就是要小心 對 好 選擇第三張牌的人 就是我們的孝晨大哥 對 還有智希 好 她就是喜歡挑戰刺激感 真的 很像妳 我就順手做 喜歡挑戰 就是妳 人家越不要她越要挑戰 對 不要就是要 這個叫做天 妳在講妳自己 這個叫天生犯賤 真的是 太順從她 她反而不要人家 對 應該是這樣 她喜歡那種不理她的 對 不要就是要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那種 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 恐怖心的人 她就是太愛自己 她太愛自己也都滿主觀的 她可能就是會對妳呼人呼人 或是說 妳就是要聽我為主 那妳就會覺得說 我怎麼可以就是這樣子 就是不被妳控制呢 就會想說 好 我來試試看 我是不是能改變妳 或是說我來試試看 我們能克服這一切 所以就這種人 也會比較容易遇到 我們兩座恐怖情人的特徵 妳不選則宜 一選妳就遇到恐怖情人 我啊 要注意 就是要小心 對 好 那我們第四張牌 是我們的蔡老師選的 那這個就是喜愛講道理的 人很容易被激怒 有時候就說怎麼樣 妳這樣不對 妳打我 妳打我 她就真的一拳就打妳了 妳說的喔 我打囉 這種要求 妳背著都沒停飛 沒錯 這種對牡羊座最好用 牡羊座不能用激將法 妳打我 妳打我 我不敢打妳 妳怎樣 打我 因為他們是屬於行動派的 所以我講說 就是如果說妳得理不饒人 就是一直把人家激怒 激到那腎上腺都上升 好 那我就完成妳的心願 這種人就也容易遇到恐怖情人 所以這個是他們自找的 對 這就算是自找 也許不理性的話 就不要在生氣的時候講出來 對 沒錯 應該和緩氣氛 然後好好的來聊一下 對 沒錯 好 這是我們Ashley老師講解的 蔡商機老師我們要問妳 剛剛是恐怖情人的類型 對 我們要問妳 什麼樣的人容易遇到恐怖情人 對 講到情人節 情人節在世界各地的文化 有哪些禁忌呢 有 像信奉伊斯蘭教的沙烏地阿拉伯 直接取締情人節有關的商品 馬來西亞也有 禁止情人節因為會引發 邪惡的活動嗎 對 怎麼會這樣 而且自於伊朗 它是直接就禁止情人節 那義大利很浪漫了吧 設2月15號為單身節 是 義大利 好棒喔 你們好棒喔 這些國家 什麼這些國家 義大利只是會平衡那些 有情人忠誠的 單身萬歲 15號再變單身節對不對 沒錯 那妳乾脆14號 歡度情人節完之後 就飛到義大利好了 然後歡慶單身節 然後再回來 真的 單身狗萬歲 蔡商機老師 我們要問妳 剛剛是恐怖情人的類型 我們要問妳 什麼樣的人容易遇到恐怖情人 對 我們從這個 面向的兩個地方來看 第一個地方就是看 感情宮位 感情宮位在哪裡 感情宮位就是在這個 太陽穴的上方這個位置 這個叫福德宮 就是這一區 我們的太陽穴的正上方 推上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如果假設它是骨型凹陷的 就是骨頭是凹進去的 它一定就是在感情上 不是我凹進去 是因為我這顴骨太突 所以它凹進去 我也有一點凹 我這樣算凹進去嗎 蔡老師 從這個正面角度看是還好 側面 如果是正面角度看 有點凹進去的 那個頭就是有點 上方有點比較尖型的 比較尖型的就是兩個 因為郭哥他本身的臉是修長的 所以額頭不會太寬 但是高度不錯 像我這種高度不錯 我好像有一點 來…小優一下 小優你很凹 沒有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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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我是代表住在這裡 而且你還很膨 沒有凹 但是… 人家打得不錯 沒有… 沒有… 你膨起來了 但是你有第二個問題 等一下告訴我 什麼 那除了骨型凹陷的 另外有一種 它不是骨型凹陷 它是這個福德宮這個地方 髮技長得太出來 然後入侵 這個位置福德宮 福德宮是長心靈精神跟愛情 但是如果沒有凹的人 但是這個髮長得太入侵的話 他這個位置空間就會變得很小 是不是我 你這部分也OK 所以我是都... 你都很好 這個… 它有點入侵了 這是有喔 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很嚴重 一點點… 這個就是在感情的過程當中 你入侵了啦 你會遇到小壞蛋 入侵了啦 你看髮技有點入侵 太陽穴這邊 再撩開一點 有點太近了 一點點而已 沒有很嚴重 在感情過程當中 像這一款的 比較容易受到創傷 相對的恐怖情人 就是來創傷你 傷害你的人 另外有一款 我們是看魚尾 魚尾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區域 這個就是所謂的 感情宮是指戀愛關係 婚姻宮是指夫妻關係 通常這一種現象都是比較 發生在婚後的問題 結了婚之後 第一種就是 這個地方是凹陷的 凹陷就是這一個 魚尾這個地方往下凹 凹得很深 他就比較容易受到 他的配偶的這個家暴 第二種就是這個地方 魚尾紋很多 而且像魚網 網狀的 那也會產生 第三種咩 第三種就是小優這一種 來 轉過來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點 或是紫 對 而且很大 魚尾後面這個地方 而且你還很大一頭 對 還有長毛 還有長毛 那妳怎麼不去打掉 我之前有要打 因為一直有老師叫我去打 是不是妳男朋友叫妳不要打 但是我想說 在這裡可以遮住我就沒有打了 去打 難怪妳一直遇到了 但是如果是那個痣 如果有長毛的話 它可以把那個痣的這個 所謂的急胸的那個胸的能量 給釋放掉 多長一點 所以那個毛 妳就不要踢了 妳就讓它長到這裡來 好… 不會太長 長一點點沒關係 要不要留病毛 多一根 好 我要小心 但是妳可以把它遮起來 好… 但是還好妳的位置 是比較靠遷移弓的地方 因為妳的前後的深度 立體性很強 就是妳的臉不是那種扁的 它是立體的 所以前後很深 所以如果說這個痣 它的位置如果是在前面一點 那就慘了 危險了 它是比較跑到後面的地方 是… 頭髮也可以很輕易的蓋住的時候 這個能量還是可以 往下去把它釋放掉 也就是說小優 她會遇到恐怖情人 她也能夠脫身 但是她會 一而再再而三遇到就對了 所以還是會遇到嗎 所以像這種型的 選擇婚姻非常重要 選擇對象 選擇兩個字很重要 選擇 選擇 不要帥哥就要去 脾氣不好的 或者是很容易衝動的 甚至會摔東西的 這都不能選 真的不要再遇到這種了 拜託 但是往往有時候 不帥東西的妳又不選 對啊 乖乖的男生 長得不帥 妳又神... 這個看不上人家 因為我朋友都說 我好像是那種不壞 外貿協會的 對 我定義我是外貿協會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說 那妳外貿協會 妳要先看看自己 不是 不是 看看自己就說 真的 情人節這一天要這樣傷我 沒有 妳要講話怎麼了 我的意思是說 妳這個外貿協會 盡量把它收起來 不要看人家的 也是 應該要相處 只有個性來相處來取勝 因為常常陪我都會跟我說 妳怎麼好像這麼多人 就特別選那個最壞了 是不是 我真的常常 我們不要講 既然情人節 我們講這個 有沒有被劈腿過 因為我就是有整理一下 我覺得劈腿的人 他們大致上有幾個那個類型 妳也跟老師一樣 因為我是老師 妳是 她是從經驗中間得到的心得 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女性朋友或男性朋友也好 妳的女朋友 男朋友 常常手機都會關靜音 會 在妳旁邊也關靜音 然後還有一點 現在手機不是常常就是 她的訊息都會跑出來 她都會這樣子蓋著 妳就要覺得她有鬼了 她搞不好 人家常去賭場 不是 是用迷牌嗎 真的… 因為像我們就不會 還有一點 如果她常常去上廁所 洗澡 手機都帶進廁所 一定有鬼 可是上廁所不能玩手機 對啊 她搞不好是買Sony的那個防水 她要測試一下 你們看別問要走進 好 因為我上廁所也會帶進去玩手機 她會喔 那是另當別人 那是洗澡 可是我洗澡前喜歡上廁所 特地一起帶進去玩 好的 跳過 這種類型我不討論 還有一種呢 就是她常常會消失 這個應該你之後都會遇到 這消失就不行了 比如說奇怪 她就說她出去買個東西 四個小時不見了 對啊 然後打電話也不通 然後她就跟你說 突然沒電了 平常都100% 一出門就沒電了 這種一定有鬼 平常都100% 回來只是喇叭 那個店不曉得講多久 對 還有一種 她不太會介紹朋友給你認識 這個也要注意 這個真的有 因為我遇到的那一個就是 她很奇怪 她就是跟我交往 她都是兩個人 因為但我們正常交往關係 都會帶你去認識 這是我的什麼同學 我的同事 她都沒有 然後我遇到這個 她就是生活圈也很小 我就想說應該是個乖的 但是她就被我抓到了 而且我抓到的方法我覺得很 是不是有一天她騎機車 然後被警察攔倒 通緝犯抓著 不是 她沒有什麼朋友 不是通緝犯 她是怎麼樣 她朋友不敢去認識別人 我跟你講她就是讓我抓到 而且她剛好那一天 她忘記把手機帶去洗澡的那一天 她平常都會帶 女人第六感真的很準 女人第六感真的很準 結果那一天呢 她手機就有訊息 叮叮叮在響 然後那時候的手機呢 還沒辦法射密碼的 我就一看 女生的名字 叮叮 叮叮 接著我再看 因為我跟妳講 女生如果你只有一分鐘 可以看手機的時候 除了要看對話紀錄之後 還要看她的圖片庫 對 沒錯 有沒有 然後我就看到了 她們的性愛照 會有劈腿症 這樣子的人 她有幾個特性 她是認為她對她自己本身來講 是缺乏自信 她會把同一天的時間 她有空閒的時間 分成上半場跟下半場 分別約不同的女孩子 打籃球 上半場 做出很累 一批腿這種男生或女生 她其實有沒有 借著這樣子認識很多的異性 這種方式她是 靠這個水異性有沒有 然後來增加自己的魅力 她有這種心理上面的一個 慰藉跟她的依靠 跟妳講 女生 如果妳只有一分鐘 可以看手機的時候 除了要看對話紀錄之後 還要看她的圖片庫 對 還要看以刪除簡訊 沒錯 有沒有 然後我就看到了 她們的性愛照 我直接抓到她們的性愛照 好精采喔 然後妳看到是不是覺得說 明明我的比較刺激 為什麼登她的 我就想說我輸了 這當場被打敗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就直接看她的性愛照 我真的是氣 這個畫面很震撼 氣到發抖 而且好多張 然後我就是 而且我知道那個人是誰 最可怕的是我還認識 然後呢 我就當場先裝沒事 手機蓋起來 等她洗澡出來 一樣跟她裝沒事 但過了幾天我就跟她攤牌 我說 我還叫她選 妳還選 妳還算不錯的 對 所以那個字留在妳這邊 是有意思嗎 後來她就說 好 那我選妳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她批的是我們店裡 那時候我們一起工作 店裡另外一個同事 天啊 然後後來我就原諒她 但是我跟她這種人 她就是會一批再批 對不對 也就跟批貨一樣 誰叫妳要開這種服裝店 她批完她當然要再去批 要不然妳們沒有東西賣 沒錯 我就是個批貨店 然後呢 過了半年看似幸福的日子之後呢 有一天 就是 我又是覺得 妳知道就是妳知道 第六感又來了 第六感又來了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還在用MSN 就不知道為什麼覺得 想去看一下她那個MSN的紀錄 就看到 不只一個 大概有三四個 直接都約說你等一下到我家來 等於說她撒網 她看這三個哪一個會來 她是腫狗嗎 好可怕 妳看就知道 是 腫豬嗎 原來妳是做堅持狗的工作 原來她需求量這麼大 妳滿足不了她 對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女生不要一而再再而言 原諒這種人 因為她一定會一批再批 然後呢 像我們這種去抓到的 就是我們有這種 科學家的精神的女生 真的也很可憐 真的那個定調感就是這麼準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這種的 要小心 好 這是小優可以說是 血肉換來的教訓 跟所有的觀眾來分享 大家一定要聽進去 尤其是女性的觀眾朋友 好 那這個胡孝正 有被劈腿過嗎 我被劈過 也被劈過 妳這麼帥還被劈腿過 沒辦法 因為對方有沒有就很會講 因為我後來知道 這個男生 我不是講說這個星座 男生都會幹這種事情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 這個星座的人 至少都 同時有交過四個女朋友 這樣 然後呢 這個星座就是有兩個 有兩個人在一起的那個星座 跟你沒有關係那種 雙子 跟妳講的 兩個人的雙子 幾個女子幾個小孩子 因為我後來之後 有曾經問過我朋友 就說奇怪了 為什麼我這個 這個現在也是前女友 為什麼奇怪 她會喜歡那種男生 因為第一個 我們看過彼此的照片 我找過很多朋友 當然我們平心而認來看一下 他說 那叫我長那麼胖 然後還留了一個很奇怪的 那個腹骨頭有沒有 到中間中分這樣 而且還肥肥的這樣子 然後想說到底她厲害在哪裡 後來之後我去問了一個 這個童星座的一個朋友 她就說 讓她不簡單 因為我們很會講 對啊 女生就在聽這個 就是甜蜜的話 對 她很會講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我們把它們功能化 什麼叫功能化 這個叫紅粉之幾 一個 這個叫床上伴侶 兩個 第三個的話有沒有 這空余時間的時候 然後來打發時間的 三個 打發時間 打發時間的一個 對 再來打發時間這個一個 反正她就找四個五個六個這樣子 然後她有不同的功能 會安排不同的時間 所以她們會有一種特性 你知道什麼特性 就是她會把同一天的時間 她有空閒時間 分成上半場跟下半場 分別約不同的女孩子 打籃球 上半場 上半場 做出很累 那個男生後來之後 讓我知道的是怎樣 她真的是上半場跟下半場 是碰到AB兩個女生 她可以不同的約會 而且時間抓得超精準 所以我們當記者 都已經時間很趕了 沒想到她比我們還精準 那時間到她會找一個藉口 然後趕快把那個女生送走之後 然後再跟約下一個女生 就這樣子 所以忙得一塌糊塗 我要跟很多的一些朋友講 我說 其實剛剛小姨講的那些 特性之外有沒有 還有有一些 會有劈腿這樣子的人 她有幾個特性 其實一方面來講的話 她是認為她對她自己 本身來講是缺乏自信 因為我們過去在跑新聞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這種 易劈腿這種男生或女生 她其實有沒有 藉著這樣子認識很多的異性 這種方式她是 靠這個水異性有沒有 然後來增加自己的魅力 就過去我們古代說的 什麼採陰補陽 採陽補陰的那種感覺這樣 她有這種心理上面的一個 位階跟她的依靠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另外的話有沒有就是什麼就是 那是屬於狩獵個性 所以他們基本上這種人的性格 比較接近原始人的那種性格這樣 就是我們講說星座有十二星座 那我們的儒恩符文 儒恩人有分成24個 就是等於是星座的兩倍 那我們在24個儒恩文裡面 我們挑出了三個 我們講說比較容易劈腿的人 那第一個是我們講的瘋牢 她是6月29到7月13號出生的人 巨蟹座 對 她比較偏巨蟹 那瘋牢的人 她就有點像我們講說 天龍八部裡面的段正純 就是說 她其實不是說故意要去擬花惹草 可是她就是喜歡照顧別人 就比較我們講說 比較多情一點 就是對人家很溫和 因為人家也喜歡跟她相處 她就覺得跟她相處 她會被照顧的感覺好舒服 這種人他們很愛說 這是我乾妹妹 這也是我乾妹妹 好多乾妹妹 這些座比較容易把自己的情人 介紹成為親人 讓大家不宜有她 是 對 所以就是因為 他們不懂得拿捏界線 就很容易不小心 就照顧過頭了 然後就劈腿出去了這樣子 好 那第二種人我們講是 天秤座 歡雲牌的人 10月13到10月27 他是有點介於天秤跟天蠍 天蠍一點點 天蠍也有 我們講說歡雲牌的人 他就有點像 對 他就是說 很講究那種當下的時刻感覺 感覺對了 我們就享受當下吧 我們不要管太多 我們不用講承諾什麼 不用講 我們就是把握現在就好了 對 即時行樂 對 就是歡雲牌的人 就是把握現在 享受當下 好 那第三張牌的話 就是我們的聖杯牌 1月13到1月27出生的人 水瓶 對 有點半水瓶 還有摩羯也有帶 摩羯水瓶 對 摩羯水瓶 他們講說這種人 他們很喜歡 他們很願意去接受新鮮的事 對 還有新鮮的人 他們覺得 這種東西我學一學 可能我跟這一半就是相處了 突然覺得有點無趣了 遇到一個不一樣類型的人 突然就覺得 我眼睛也不一樣了 大開我就願意嘗試看看 試試看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有遇過一個摩羯座的朋友 我每次看他帶來的女生都不一樣 天啊 真的是他真的一直在換一直在換 就是這種新鮮感 摩羯座在找投資報酬率 對 愛情也是一樣 這個人可能跟我沒有辦法往下走 立刻換下一個 他立刻換下一個 他也在選 其實每個星座都有選擇對象的權利 只是說他敢帶這樣來 但是他最後 我們要幫摩羯座講一下 他如果選定進入婚姻的話 他是一個很忠實的一個伴侶 因為他已經選定了 一路走向 往前走 但在這中間可能換了兩百多 這個就是選擇的權利 也是 這也合理 還沒結婚這個 我覺得選擇權利是應該的 那蔡老師呢 我們面向這一邊 我們就選出三種經典款 好 這三種經典款就是 比較容易劈腿的面向 摘股比較明顯的 這種面型在五行裡面 金木水火土是屬金 屬金的人通常都比較容易會 只要用這一個悲情牌 就很容易打動屬金的人 因為屬金的人 他正義感比較強 所以對於悲天悯人的心情 還有練舊情 他會比別人高一點 我們面向這一邊 我們就選出三種經典款 好 這三種經典款就是 比較容易劈腿的面向 也是從眼睛來看 為什麼從眼睛來看 因為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眼睛所主張的是 一個人的情意世界 還有內心的這一個 靈魂所在 對 所以他內心裡頭想要劈腿 就會加上他的情意 他就反射在眼睛的這個地方 第一款就是眼尾勾翹 這個是有經過化妝的 我們從第二款這個來把它衍生 像眼睛的尾巴往上勾的 眼尾往上勾上去的 這一種人是屬於計謀型的劈腿型 有計畫型的 有計畫型的 就是他要去劈腿的時候 他是會經過深思熟力 經過計畫 然後怎麼劈 怎麼劈可能是比較安全的 怎麼劈比較能夠得逞的 能夠照顧好現有的跟劈出來的 這個是屬於計謀型人物 第二款就是眼睛圓又大 他又圓又大 看起來很漂亮的眼睛又圓又大 但是這一種在感情的路上 通常都是屬於那種 心嚴一馬 三心兩意 見一失千 招勤勿 反而沒有堅定的意志 等於就是 可能看到一個就喜歡一個 見一個 愛一個 然後喜歡上了之後 那心可能就靠過去了 有機會發展的時候 就變成是劈腿的人物 好 第三款 就是這一個眼泛水光 就是眼睛水汪汪的感覺 像洋娃娃的那種眼睛 那種眼睛是最迷人的 會有點帶電 這一種眼睛換水光 它本身就是 它的本命的能量 就很容易自然 就是眼睛感覺濕濕的感覺 不是流眼淚 也不是感動 我眼睛常常濕濕 對 你那是老把油吧 這種的話 老把油 劈腿的話就本性 因為它本身的這一個 眼睛的這個分泌比較強 情侶的世界比較需求 比較多眼力點 所以通常這種 都是屬於花無蝶型的 眼泛水光 就是眼睛水汪汪的 有那種濕濕的感覺 可是智希說實在 眼睛雖然水汪汪的 但是她的眼神透露了一個 她很真誠 真誠 純潔 幫她講一下 但是妳剛剛 老師剛剛講那個水汪汪的 我倒想起雙魚座的女生 妳看雙魚座的女生 我們十個 九個都是水汪汪的 你看 你看小優的眼睛 對…有 妳的眼睛還比她水汪汪 在水中生活就對了 在水中生活久了 這是不好意思 好 這是我們 容易劈腿的這個 艾瑟莉 艾瑟 我們要問 又什麼樣的人容易會被劈腿 我們講說就是容易心軟被複合 就是說我們講說 你可以允許她一再劈 所以妳也願意去包容她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第一張牌是奉獻牌 9月28到10月12號出生的人 也是 有點處女跟天平 對 我們講說奉獻牌的人 就是犧牲奉獻 她就是說 我就是視妳為我的天 妳說什麼 好 那妳既然願意再回來求我 我就覺得我的天 妳願意再回來我好感動 我願意再為妳付出 沒有問題 就很容易心軟 天平座她如果是前一個情人 不是很重大的原因分開 她如果另外那個再回來找她 不管她有沒有家事 都還很重要 她還是會接受對方 好 那我們第二個就是 生育牌3月14到3月30出生的人 還有一點我們講說 雙魚跟牡羊 對… 我們講說生育牌的人 就是我們講充滿母性 對 郭哥是不是也是 我雙魚的 雙魚 就是妳剛好3月14 剛好3月14 就是這個生育牌 對 我們講說郭哥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講說很媽媽性格 也很喜歡照顧人 就是說既然妳願意 就有點像小孩子犯錯 回來說拜託妳媽媽請原諒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很希望再回到妳身邊 妳就很容易心軟就覺得 好啦 我原諒妳 我們再來給妳一次機會 我們一起學習成長 我們這個星座就是很難說不 真的 人家來求我們 我們就很難拒絕別人 是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它是家庭牌 5月29到6月13出生的人 家庭牌就是一種 就是我們講說家庭的含義 我跟妳在一起久了 我把妳像家人一樣的對待 那家人再回來 怎麼樣我們都還是家人 我們就繼續在一起沒有問題 就算我們可能對妳的 就是感情好像已經變了 可是就覺得一種習慣依舊存在 那我就繼續接納妳這樣子 對 就是這三種認知 妳看看 剛剛老師這樣講 講了六種類型 什麼盧恩石這樣弄弄弄 通通沒有講到獅子座 有沒有發現 獅子座她就是有這個 她其實是愛無幾無 就是她照顧家人 跟照顧自己親人一樣 非常的忠誠 所以她不會三心二意 可是我遇過滿多獅子都很花心 花心是花心 但是她最後選定了她也不會花心 她為了這個家而付出 我們剛剛講過 之前還沒成家 這個大家有選擇的這個權利 但天蠍座就不一定了 天蠍座這個 眼裡容不下一地沙子 不是 我們是專心的時候非常專心 專情 非常散漫的時候也很散漫 很散漫的時候非常的隱論 不是 非常的那個 非常的就是那個 不負責任任性就對了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簡單的討論 蔡老師這邊有什麼要補充 我也是一樣 剛剛講到心軟容易複合的面相 這個很重要 小優有沒有在裡面 剛剛從西洋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從東方的面相學的角度來看 對 我們主推兩款 兩款 第一款 一款 第一款基本款 這個篩骨比較明顯的 就是 這是這個 這個篩骨 這個篩骨比較明顯的 四方臉 對 就四方臉 就國字臉 就像那個打棒球的那個 本壘版的那個造型 那這種臉型在五行裡面 金木水火土是屬金 屬金的人通常都比較容易會給機會 比如說如果這個分手的那一方回來 哀求這個屬金的 屬金的可能會給他一次的機會 不管就是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只要用這個悲情牌 就很容易打動屬金的人 因為屬金的人 他正義感比較強 所以對於悲天悯人的心情 還有戀舊情 也比別人高一點 由於這個地方就是他的缺點 壞事就壞在這裡 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心軟複合 但是心軟複合通常這一款的人 還是可能會再被欺騙 也要小心 所以說第二次傷害又會來 另外主推的第二款 就是那種圓形臉的 這個臉圓圓圓的 然後你看到他的這個臉型 就是帶露感 就沒有那種骨頭 對 沒有骨頭的感覺 就是說那個鼻骨 眉骨 那個骨頭都是被肌肉包住的 好像肉圓 基本上在五行裡頭是屬水 水行的人通常依賴感很重 他縱使就是分鎖的人 如果的話 他現在沒有其他的男朋友 或是女朋友 舊的人再回來的話 他就像資源回收局的局長 可以回收的 因為依賴性很重 而且需要愛情的滋潤 這一款的人 基本上也比較沒個性 不會說很有個性 就是分鎖就分鎖 難道你再回頭 就是不給你回來 他就是 這一款的人 基本上也比較沒個性 不會說很有個性 就是分鎖就分鎖 難道你再回頭 就是不給你回來 他就是比較不甘寂 沒有愛情會死掉 對 然後同時 這一款變相的人 因為屬水 所以吃軟又吃硬 你用軟的他也吃 用硬的 他可能也會害怕一下 所以吃軟又吃硬 所以這一款是屬於 複合型的始祖 真的 沒個性 所有一個朋友就是這種臉型 他那個男朋友十年內 批了他超多次 他都原諒他 然後我也要補充 因為我也常常是這種心軟人 你千萬不要相信他們的手段 還有錯手段 沒錯 然後你的複合還寫錯字 寫錯了嗎 對不起 對啦 你寫對… 先把它弄掉 好像對 複合就是光復的複合 不是那個複合式餐廳的那個複合 因為我常常遇到他們的手段 是我們這個小優心得報告 畢竟我就是也常常就是心軟 他們通常很愛下跪 是 很愛發誓 下跪 發誓跟家常便飯 很愛哭 比如說他跟我吵完 然後我真的就是覺得 好 那就分了 下一秒他就立刻哭斷腸 在你面前下跪 演的 不要信 他們已經習慣這樣過了 習慣了 然後很愛發誓 我絕對不會再愛上別人 我一定會對你好 動不動就發誓的人 對 再來 很愛送禮物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遇到那個 他就是比如說 他跟你分手這一次 他就送你一個包 送你一個什麼 然後 你好像覺得他好像很有誠意 或者送一個你之前 一直跟他講的東西 他在這個時候才會送你 以前都不會送 也不是 反正劈腿劈久了 你就可以開店 送那麼多包也可以開店 所以你看那個女生如果包很多 代表他要原諒他很多 好吵 然後再來 他也很愛說分手 這種人他跟你吵 他愛面子 他明知道是自己不對 都要跟小姐想去 分手 然後下一秒又回來求你 我跟你講真的不要再原諒這種人了 是 好 這感謝小優上我們這一集 把他畢生戀愛的經驗 完全是提供出來 我們真的很感謝 但是也希望你自己以後 不要再遇到這些人了 因為我們都是看好你的 你是應該是很有福像的人 下次情人節就有男朋友了 嫁出去 漂亮 好 我們不曉得等到哪個情人節 才能公布他的喜訊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今天2月14情人節 我們還是在這邊不免俗套的 還是要祝所有觀眾朋友 有情人忠誠賢俗 情人節快樂 好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1點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意思見 謝謝 拜拜 Ch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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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se